狐狸猫和麦麦在花园里玩耍着 花园里有许多蝴蝶飞舞着 气氛非常的宁静美好 狐狸猫突然想到 如果是一群蚊子在花园里飞舞着 那应该是非常恐怖 而且充满嗡嗡嗡恼人声音的一幕 麦麦不禁好奇 为什么我们听得到蚊子拍动翅膀的声音 却听不到蝴蝶振翅的声音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下波的重要特征 周期与频率 当我们以手拉绳来制造绳波时 手从平衡点先往上拉 制造出四分之一个波 接着手往下产生二分之一个波 手接续往下产生四分之三个波 最后手回到平衡点 产生了完整的一个波 产生一个完整波所需要的时间 这边就叫做一个周期 通常以T表示 而用来描述振动快慢的物理量 除了周期 我们更常用的是频率 频率指的是在一秒内 产生几个完整波的次数 比如一个波源在一秒内产生了两个波 这个波源的振动频率就是每秒两次 我们以F来表示 而且频率的单位是赫兹 也可以表示为秒分之一 因此刚刚的每秒两次波动 就是频率F为2赫兹的意思 狐狐狸猫觉得周期和频率好像很有关系耶 荧幕前的你能不能帮狐狸猫说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一个波源的振动频率是5赫兹 表示波源在一秒钟会振动5次 产生5个完整的波 也就是说 当波源完整振动一次时 需要的时间为1分之1秒 波源的振动周期就是1分之1秒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出 频率与周期之间的关系是 周期等于频率分之1 理解了频率和周期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听得到蚊子拍动翅膀 嗡嗡嗡的声音 却听不到蝴蝶振翅的声音呢? 其实 每种动物可以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都不一样 而人类和狐狸猫 属于可以听到的声音范围 大约落在2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 蝴蝶挥动翅膀的频率 大约是5到8赫兹 这样的声音频率 对于人类和狐狸猫来说太低了 因此 我们听不到这样振动频率的声音 而蚊子 则是以约600赫兹的频率在拍动翅膀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脑人的声音 有趣的是 当我们越来越老 人耳能听到的最高频率就越低 麦麦很想知道 为什么当人年纪越来越大 能听到的最高频率就会降低呢? 狐狸猫想邀请亲爱的你 来当一日科学家 一起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科学家在面对问题时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去猜测各种可能的原因 不用害怕对错 就是大胆的猜 因为在猜测之后 再用实验来验证就行了 科学家发现 当人逐渐老化 一些耳朵内 侦测高频声音的细胞会逐渐死亡 大脑无法再接收到高频声音的讯号 因此我们就听不到了 音调是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色 而音调对应到的物理量 就是波的频率 当我们从 DO RE MI 一路往上唱时 声波的频率也随之变高 狐狸猫们觉得今天的收获真多 学习到了各种和声音频率相关的知识 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1. 关系周期等于频率分之一 2. 每种动物可以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都不一样 3. 声波的频率越高 则听到的声音音调越高 最后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听到超音波或超声波这些名词 到底这些名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和声音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呢 欢迎你在下方分享自己查到的资料哦